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咱们就学学江南地区改良温室葡萄一年两收技术 敬请关注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在我国南方 一年两熟的农作物有很多 甚至三熟四熟也不是不可能 当然了 这要满足一些基本条件 比如说常年高温 有丰沛的雨水等等 但如果想让一个需要休眠 本身只能一年一熟的作物 比如葡萄 让它一年两熟 是不是我们人为为它们营造出一个 非常适宜的生长环境就可以了呢 这答案啊 现在是肯定的 可当初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种植户们可是没少吃苦头 葡萄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水果 因为营养丰富 种类多样 味道清香 酸甜适口 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作为适应性很广的水果 葡萄在我国南方 大面积栽培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正式看到了葡萄的广阔市场前景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农民将目光投向种植葡萄 导致葡萄市场逐渐趋于饱和 自然也卖不出好价钱 作为栽培面积 占全国总面积20%以上的 长江流域各省 有着江南水箱独有的亚热带季风气候特点 潮湿 多雨 光照不足 冬季平均气温0-6摄氏度 这些地方葡萄种植多采用 碧雨棚一年一熟的栽培模式 每年的7-8月份采收上市 到了冬季 葡萄便开始休眠 等到来年春暖花开时 再萌芽生长 多年来这种种植方式从未被改变 要想在种植葡萄上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必须有所突破 与众不同 冬至刚过 寒意悄然袭来 这一天 浙江宁波慈禧的一个葡萄种植园格外热闹 来自市里的领导 农业专家 各路媒体齐聚一堂 原来是这里种植的第二季葡萄成熟了 正在举办品尝大会 当外界一片萧条 其他种植园的葡萄还在安静地睡觉时 这里的葡萄已经挂满枝头了 原来这满棚的葡萄是这个种植园今年收获的第二季葡萄了 第一季葡萄在六月份成熟 采收后经过处理 让葡萄不休眠 继续生长 在十二月份 结出第二季葡萄 实现了一年两收 并且这两季葡萄还避开了七八月份 葡萄集中上市期 打了个时间差 这价钱自然是高出了不少 可是在这江南水乡 要想让葡萄在一年中结两次果 并没那么容易 首先 葡萄要在六月份收获 必须提早萌芽 要在十二月份成熟 又得让葡萄在冬季生长 所以保证适宜的温度是首要条件 江南地区传统的避雨棚 只能避雨 不能保温 什么样的设施在这里更合适呢 在我国北方地区 利用日光温室 在冬季种植葡萄 已经是很常见的事了 可是把日光温室搬到江南水乡 在这种光照本来就不足的地区 日光温室的墙壁 会挡住三个方向的阳光 因此这里的技术人员 以春秋大棚为原型 加以改良 变成了现在的改良温室 种过葡萄的人都知道 葡萄在低于十摄氏度的环境下 是无法生长的 为此要用到棉被 给棚式保温 可就算是很轻的棉被 一整个大棚盖起来的重量 也是相当大的 所以棚顶的骨架 要换结实的 被子的材料 也要一轻再轻 使用五纺布 太空棉 开花绒做内胆 使棉被又轻又保暖 用磷膜做外层材料 可防止雨水渗入 否则江南水箱 雨水多 如果棉被吸饱水 重量会增加好几倍 再粗的钢管也无法承受 有了保温设施 温度就有了保证 为葡萄提早萌芽 提高生长速度 创造了适宜的条件 和碧雨棚中的 立柱式栽培模式不同 改良温室内最适合采用 双臂单层棚架式栽培模式 调整竖形时 选择最好的两根枝条 分别往左右两边 引腹形成组织 侧枝平行伸展 固定于架面 枝条伸展空间大 操作方便 易于修剪 一亩地70棵葡萄树 葡萄植株管理得当 一般第二年就可以结果 进入封产期 就可以采用本片中介绍的 一种两收技术了 要想在六月份收获第一次葡萄 那么准备工作 要从上一年冬天开始 十二月底 气温低于十摄氏度 不给改良温室保温 葡萄便开始休眠 树叶变黄脱落 这时要进行一次施肥 在葡萄树两边 开宽40厘米 深50厘米的沟 江南水乡地区 雨水比较充裕 地下水位较高 葡萄的根系 一般不会扎根于很深的地下 而是往两边伸展 所以开沟的位置 不是靠近树干 而是在两边1.5米的位置 当然这个位置并不是绝对的 一定要根据自己所在地区的地势特点来因地制宜 施肥量为腐熟猪粪 每亩2000千克 和大多数地方一样 冬简是葡萄管理中必不可少的 冬简时 组织减短到直径7-8毫米的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去掉所有叶片 将侧枝全部剪掉 止留组织 清源后 要喷洒一次5波每度的石流合剂 杀灭病菌 春节过后 当外界气温开始缓慢回升 便开始对葡萄枝条进行处理 处理之前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温度 葡萄需要在10摄氏度以上的环境才能生长 但这时 外界气温不足10摄氏度 此时 要用棉被给改良温室四周保温 白天打开棉被 棚内可达12-25摄氏度 下午4点降下棉被 夜晚棚内温度可以达到10摄氏度 温度控制好了 就可以进行处理了 所谓处理 就是使用丹晴岸 也叫石灰蛋 稀释10-20被叶来涂抹冬芽 让冬芽苏醒 这种利用石灰蛋打破休眠的方法 在现在的果树种植上 已经比较普遍 在我们的这个技术中 对于第一次过的处理 要将组织上所有的冬芽 都涂抹上石灰蛋 涂抹了石灰蛋的葡萄植株 经过10-14天 冬芽就会复苏 因此 在这段时间 一定要严格控制好温度 否则 突然来袭的倒春寒 会冻死刚萌发的嫩芽 萌芽期需要再湿一次有机肥 每亩1000千克 葡萄生长期要保持70%至80%土壤水分 可根据情况适当浇水 三月份气温平稳上升 江南地区夜间的温度 一般不会低于8摄氏度 因此 可以将改良温室的棉被撤掉 增加白天的光照 葡萄萌芽后 要让两侧主织下垂 目的是为了出芽均匀 否则容易出现 养分集中供应两边的芽眼 两边芽眼萌发得很长 而靠近中间的芽眼不萌发 如果让主织两侧下垂了 主织上的所有芽眼 就会萌发得很均匀了 芽眼萌发出来后 陆续抹掉多余的相互竞争的芽 20天后 芝条伸展 花絮出现 就可以区分营养枝和结果枝了 这时 为了均衡营养 当结果枝过密时 可将相对瘦弱的结果枝上的花絮输掉 让这里变成营养枝 但要注意 结果枝应占到枝条数量的60% 有了适宜的温度 枝条不断生长 叶片过多 容易造成互相遮挡 要及时给营养枝和结果枝上的新烧 摘芯 摘芯时 每个新烧上只留一到两片叶子 并且这项工作要一直持续下去 当组织上大部分的枝条都萌发均匀时 就可以将两端组织放平 并加以固定了 二十天后 葡萄开始陆续开花 结果 及时摘除花絮和果碎前端 减少落花 有利于做果 第一季果 每亩定岁 两千五至三千岁 将其余的果碎梳理掉 同时摘去枝条的前端和卷须部分 可以让葡萄树体营养得到有效的分配 随着叶片枝条越来越茂密 日常管理时要合理利用空间 调整枝条的位置 避免相互遮挡阳光 保证价面通风透光 该施肥施肥 该浇水浇水 第一季果的管理其实不用太费心 在三四五月里正常管护就能有个不错的收成 但是第二季果的时候 您可就得精掐细算了 三四月份江南地区雨水逐渐增多 当土壤中湿度过大时 要及时掀起地膜 温度过高时 中午打开两边的蓬膜 让空气对流十至二十分钟 降低温度和湿度 同时考虑雨水过多的因素 葡萄根系不能扎根入土很深 就会缺乏营养 要在作果后 施入有机肥 以满足葡萄所需的营养 还能增加土壤中的空隙 施肥量每亩一千千克 使用有机肥改善土壤环境 在多雨的地区尤为重要 对提早结果也会有所帮助 为了提高果实的商品性 蔬果是必不可少的 去掉过密过小的果实 棚架式栽培模式和其他栽培模式的蔬果方法相同 这里就不过多介绍了 江南地区土壤中容易缺乏 美元素 缺美后的叶片成虎皮蚊状发黄 严重时叶片会干枯 如果不及时补充 会造成当年减产 影响产量 对下一季的花芽分化 树式都有影响 遇到这种情况 可以每隔五至七天 在根部补湿晶体硫酸酶 每亩2.5至3.5千克 或喷湿0.3%的硫酸酶溶液 一般七至十天就会逐渐恢复 进入五月份的江南水箱 雨水经常会一连持续几天 很容易造成积水 因此排酪工作特别重要 平时注意打开蓬膜通风 掀起地膜降低湿度 六月果实进入成熟期 土壤中的含水量过多 会造成裂果 裂果是这种气候条件下 种葡萄经常遇到的麻烦 除了注意排酪外 在土壤中加入含锡的微量元素 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裂果的发生率 试用时直接撒湿 触勤用的含锡微量元素 预混料就可以了 一次在幼果蓬大期试用 另一次在果实着色期试用 效果最好 用量为每亩地2.5千克 这样土壤中富含锡元素 葡萄果实就不容易裂果了 这一时期还要注意通风和透光 修剪过密的叶片 减少价面叶片的厚度 及时剪掉烂果 经过五个月的生长 第一季葡萄已经成熟了 产量控制在每亩三千斤左右 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 犹如不同颜色的宝石 此时在碧雨棚中种的葡萄还没成熟 得知六月底就能吃到新鲜的葡萄 不少人前来采摘 提早一个多月收获 种植者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第一季葡萄收获后 要试一次有机肥来恢复树式 施肥量为有机肥每亩一千千克 然后让葡萄植株休息一个月 就可以准备第二季果的处理了 第二季果的处理 第一件事就是修剪 不过要先等一个月 让葡萄速式恢复一下 这可是保证第二季葡萄产量和品质的重要环节 得到了足够的休息 七月底八月初就可以进行修剪了 与第一季果剪掉所有侧枝的修剪方法不同 第二季果的修剪 要将第一季果的正常结果枝 或营养枝进行选流 做第二季果的结果母枝 首先要去掉所有的叶片 露出枝条布满架面 然后我们把主枝分成三部分来修剪 先把主枝边上过长的部分剪掉 再将主枝末端长势最弱的六七个枝条去掉 只留下主枝上的芽 接下来每个侧枝留下一个芽 其余部分剪掉 这样主枝的外侧就剪好了 为了让第二季多结果 又不影响来年第一季葡萄的产量 主枝中间部分的侧枝上要多留些芽 长势旺盛的留六至十二个芽 长势中庸的留二至四个芽 主枝内侧的侧枝 主枝内侧的侧枝留二至四个芽就可以了 关于枝条的修剪方法并不是绝对的 必须根据长势灵活掌握 而所留芽的数量应当提前计算好 避免影响来年的产量 第二季狗它萌发的那个枝条 很难做明面的结果枝 因为第二季狗嘛 它当时的气温低 枝条生长速弱 如果做明面的结果枝嘛 那么它这个发泄就很小 所以我们必须把明面的那个结果 枝这个芽芽给它流出来 比如说我们明年就是要六十个芽的话 那么我们在今年缴的话 必须要一百八十个芽 就是让另外一百二十个芽 这次萌发 萌发以后我们就把它剪掉 那么到明年的话 它就剩下六十个芽了 这六十个芽因为是冬芽 所以明年的那个发泄质量就很好了 枝条剪好后就可以催芽了 打破休眠刺激芽 荡棉萌发 产生第二季果实 仍然使用稀释 十至二十倍叶的石灰蛋 涂抹石灰蛋也是有讲究的 我们同样把主织分成三个部分 前端不光芽要涂抹石灰蛋 连同枝条上也要涂抹 以达到更好的催芽效果 到了中间部分 只涂抹枝条前端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的芽 同时枝条也要涂抹石灰蛋 到了最内侧 就只涂抹枝条上一到两个芽就可以了 枝条不涂抹 没有涂抹石灰蛋的芽 就是留给第二年的第一季果做结果之用了 由于这时正处于天气炎热的八月份 一周左右 经过石灰蛋处理后的芽就萌发了 而没有涂过石灰蛋的芽 正处于休眠状态 等到来年春天萌发 此后就可以按照第一季果的方法进行管理了 要注意第二季果蔬果碎时 每亩定岁1700到2000岁 由于第二季果是夏天 因此生长发育都比第一季果速度快 到了十月底温度开始降低 下午四点后需要降下棉被保温 同时为了保持地温 在笼上架起两道小拱棚 第一根长2.8米 第二根长3.2米 然后分别附上塑料膜 加上地膜 这三层膜可使温度提高4-6摄氏度 虽然是冬季 但晴天时棚内温湿度会较高 有时可达到28-30摄氏度 而夜间温度降到10摄氏度 较大的温差对提高果实甜度非常有利 但要注意在中午如果温度过高 要短暂打开蓬膜通风 可避免发生病害 12月底气温还没有降到最寒冷的时候 第二季果实就成熟了 与第一季相比 第二季葡萄生长期间 雨水少 温差大 品质会更好 需要提醒种植户的是 一年中收获两季葡萄 由于第二季葡萄的生长期正处于下秋两季 生长速度很快 四个月左右 葡萄就会成熟 所以种植户可以考虑 什么时候收获能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比如您选择第二季葡萄在春节左右上市 市场价值更高 那么第二次果的处理就要往后推到九月底 这时气温会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对温度的把控 第二季葡萄萌芽牙期对温度的要求比较高 可通过开关风口来控制 低于26摄氏度风口开一半 低于22摄氏度 风口就要全部关闭 这样才能维持适宜的温度 除此之外 葡萄在寒冷的腊月生长 依靠棉被和小拱棚保温就不够了 必须使用额外的加温设施 所以有条件的话 利用加温设施将第二季葡萄 推后至春节上市也是不错的选择 种植户要注意控制产量 不能因为第二季葡萄而影响来年第一季葡萄的涨势 第二季果收获后进行一次施肥 就可以不给改良温室保温 让葡萄休眠了 当枝叶枯黄便可进行修剪 去掉所有叶片和结过果实的枝条 剩下的就是那些没有经过处理的芽了 再让葡萄休息一个月 春节过后就又可以按照我们开始讲的冬季处理第一季果那样 涂抹石灰蛋 破棉催芽 进入歇一轮管理周期了 六月和十二月都是葡萄的淡季 结合江南水乡所处的气候特点 让葡萄一种两收便可以增加土壤的利用率 大大提高种植葡萄的经济效益 人无我有 人有我精 人精我多 人多我躲 说起来有点绕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思路 另辟蹊径与众不同 错开了高峰 提高了产量的慈禧葡萄 绝对是给广大种植户开了一个好头 人家用实际行动告诉您 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 好了观众朋友 本期农广天地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进行查询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